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庚武丙序丁卫丙武 这个八字他是提问者 他是说 像这一个八字他是入阁的 他是归入阁 可是为什么他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他就没有富贵 各位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 格局入不入阁 有的时候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迷惘 可是在实物上面 我们还是会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 我们去看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这一个八字 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丙火克庚金 第一支 五火去生去 我们看到了这一边 当他的一个庚金受伤的时候 就是他的财心受伤的时候 再多的食伤 其实基本上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要看他的大运能不能够来帮忙他 让他的财运好起来 我们可以知道 他现在进入的是疾丑大运 疾丑大运排列组合 还是不足以让他的庚金复活 所以他的一个财运 基本上就是偏弱的一种情况 所以很多人 总是在格局上去打赚 可是实际上 就算给你这个格局 你没有相对应的能力 你没有相对应的运势 你还是依旧无法有这个格局的特质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说 在学八字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要你们去放弃 八字会决定 你是什么格 八字决定了你的富贵成就 这一种的概念 因为你要有那一种富贵成就 你一定要有什么 相对的能力 你一定要有一个不错的运势来配合 这一些一起来配合的情况下 他才有可能 否则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一般人 你跟我都是一般般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以他这个八字 他的财心不好 来讲各位 我们可以发现到财心不好 可是他又食伤旺 食伤会怎样 食伤会客观 所以他的工作运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 像这一种八字 就很麻烦 要赚钱当老板 破财 没办法 要工作又没有关 所以他会产生一种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的这一种特质 这一种人最好他就是去做业务 做专业人才这一种 然后他的一个类别就有点 下以专业为主 但是他又不是像老板的这一种工作 这样子 这一种的会对他是特别特别有帮助 就很像我 我本身也是破财 我还甚至破官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就做一个 命理师 我做命理师 其实就是一个业务员 来讲我食伤一样很旺 我发挥了是我的食伤的常财 我不要去做一个 用了一个命相管 然后开始想要当老板 到时候我就要烦恼 水电费 什么费什么费的 说不定每个月做下来的 还不如 一个领薪水的 都有可能 所以各位 像这一种八字 这个就是他在八字里面 他很头痛的地方 破官 他没有破官 他是食伤旺 食伤旺 那很容易会导致破官 因为火生土会克水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一个官运 不会很好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就自然就是人家讲的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的这一种特质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